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欣时忍今天的导人飘飘燕地走了 这件事在当时就空洞了全街坊 大家都当了一件新闻在那里传 欣时忍的夫人风是知道了 哭得要生要死 他只好跟父亲去商量派人四处去寻房 似哪里有音信 无可奈何唯有就倚靠父母导人 主补三个日夜做些针子来卖 帮补一下家用 那个风宿日日都怨三怨死 自有奈何啊 那又过了一段日子了 有一天 那个恩家的丫鬟在门口买线 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喝山晒 明露开道 众人说是生太野想任啊 丫鬟就躲在门后装下了 只见一对对牙翼冰桌走过之后 后面一顶大轿 抬着一位乌母圣袍的官 丫鬟的心打了个突啊 他想这个官很面善啊 只是在哪里见过这样的 后来他走回入屋 这件事就掉下了 没放在心里了 到了晚一刻 刚刚说想要休息了 忽然听到彭彭声敲门 很多人在外面乱喊 本府太爷警察来传人问话 丫叔听到就吓得傻了 快点出去陪笑嘻嘻嘻嘻 问什么事了 那些人就一味说 快点请恩爷出来啦 丫叔就衣起牙话了 嘿嘿嘿 小人是姓风的 不是姓恩的 哎呀 究竟我有个女婿是姓恩的 出家当然两年了 不知道华记是不是她呢 哎呀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真真假假啦 那既然她是你的女婿 那带你去面见太爷就行了 那你说完呢 就拔着丫叔地走了 丫家那些人 个个都吓得六神无主 都不知道是凶啊 还是吉呢 我马上若摸耳监时分 丫叔才回来 哈哈 他好像欢天喜地那样 众人就立刻问他 是什么事了 他就说了 原来是新星上任的太爷 成假名法 当时就和我女婿有个交情 今天她在我的门口经过 见到个嬌恨丫头在买鲜 她就以为女婿在这里住 那不是来传她 我去到那里 说明的缘故给她听 太野都很伤感 后来又问个爱孙女怎么样 我说看灯的时候不见了 太野就说 不要紧的 等我派人一定找回来 我们就聊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 她还给了二两银我 那个丰叔说得口水花喷喷 她就高兴得乐 因是忍的夫人听到 就聊起点心事 不免又伤感一番 那第二天 假如村一早就派人送了两封银 四匹那么短 来到搭借恩家娘子 又寄了一封密信给丰叔 托他和恩家娘子 要了那个丫鬟 娇欠来做义房 丰叔就高兴得微开眼笑 她肯定是意得去奉承官太野 于是乎就出你这么怂恿的女儿 那封氏夫人同意了 当晚就用一盛小轿送了嬌行入了牙府 不用说假如村肯定是很欢喜 又封了一把金给丰叔 送了很多礼物给恩家娘子 要他们好好过日子 说明天找回女儿的下落 那这个假如村 为什么又造起官上来呢 事情就是这样的 当年恩是隐 不是送了一些银给她的 她翌朝一早就起情上京了 参加户史那时 非常之春风得意 中了尊氏 选入去外班 补决来毁勇 现在就升了做本府的知府 所以她就来这里赏任了 那她这个人 财就是有财的 但未免又有点贪 又不是多干净 而且有此财 不尊重上司 那些官员都看不惯她的 所以她在这里造官没多久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被上司参误了她一本 即是说告了她一桩 那即时就被隔了职 假如村的心 虽然十分惭愧和悔恨 但是表面上 好像没什么事 仍然是谭笑致的 交代完公事了 就将历年造官 存了的资本 和家属 就送回去原籍 安排妥当之后 自己一个人呢 就去担风就月 游览天下明星了 那那天呢 她又偶然游到去喂羊 即是羊州一带 那又怎知道 染了感冒风寒 住在旅店里 病了整个月 才慢慢好回 一来就因为身体疲劳 二来呢 那些盘费就花得差不多了 继续游就不行了 那我就想找个合适的地方 帮我来调一下先啦 幸好 她就有两个旧友 知道林如海 要请个教师来教她的女儿 就推荐了假雨村 入到衙门那里了 那这个林如海又是什么人呢 她又姓林 表字如海 是前科的探花来的 现在已经升了做 南台子的大夫了 她直观是孤苏人士 最近一点做秦盐御士 即是说朝廷派来管盐墓的官 到了任先几个月而已 那林如海的祖先 就曾经习过列侯 到了如海这一代就没得习了 就由科帝出身 即是靠考试啦 那他们虽是忠明鼎食之家 亦都是书香之族啊 可惜他们林家的子孙不多 有几门都是唐族而已 没什么亲之的派的 林如海已经四十几岁人了 只得一粒仔 三岁那年 这么坏又死了 现在呢 就剩下的妻假事 生的一粒女 与名代玉 刚刚才五岁 林如海夫妇母仔 就当个女儿好似宝一样 那有件代玉 生得聪明清瘦 就想等他读书 识翻几个字 不过 都是当个儿子一样 了解一下 失下无疑的方娘 那甲乳村呢 就入了林如海的衙门 帮他教女儿 自己呢 就拳奢有个地方安身 那好在呢 只有一个女学生 和两个陪读的丫鬟 这个女学生呢 年纪又小 身体又散弱 功课多少都不论的 所以他都很他条的 眨眨眼又过了一年了 那怎么知道 那个女学生的母亲 假事夫人 一下子就病死了 女学生试风劏药 手伤尽孝 就过于悲哀 本来身体就弱的了 那一来呢 又告病复发哦 几日都没上货啊 假乳村 得闲无事 好无聊啊 那刚刚天气好 那他吃完饭呢 就出去散步了 那这一日 他就来到郊外 想说欣赏一下 村野风光 顺脚就走到一个地方了 这里四面环山 流水曲折 回头 假乳村 看完之后就想了 这两句话 文字啊 虽然浅静 意思又好深刻哦 哈哈 那些明三大村 我都游过了啊 都没曾见过 有这样的对联的哦 其中说不定有一个 饱经世事 看破世情的人 都说不知哦 不如进去看看 啊 那想着就真的 走了进去哦 不过就见到一个 老太隆重的僧人 在那儿煮粥 那他就退出来了 想说去帝家人 乡乡村酒店到 喝回几杯 坐下野趣啊 于是他就慢慢走过去了 入到一间酒店啊 见到座上一个酒客 笑着起身走过来吧 哈哈哈哈 奇遇 奇遇哦 甲乳村定眼一看 哦 这个人啊 在京都古董行里 做生意的 他姓朗 叫做梓兴 往日是京都 认识他的 那甲乳村 好欣赏朗梓兴 有作为救本事 那朗梓兴呢 又见甲乳村 斯文有面 所以两个人 又好聊得迈 非常合拍的 那甲乳村 见到朗梓兴在里 他就问了 哈哈哈哈 那老兄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但竟然不知道哦 今天偶遇 真是奇缘啊 哈哈哈哈 我是去年年尾回到家乡的 哎呀 那不是因为还要入京 那就顺路在那儿找个朋友 聊几句 多得他盛情留我住多两天哦 那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在那儿玩多两天先 到了月中才起庭 那我朋友有事 那我就散步 来到这里吃一下脚咯 啊 猜不到这么巧遇哦 冷子兴一边说呢 就一边请甲乳村坐在一起 另外就叫酒咬 两个人呢 就在那儿闲谈 慢饮 聊一下别后的情况了 哈哈 子兴兴啊 近日京都有什么新闻啊 啊 新闻就没什么新闻的 即是你老先生的贵堂中啊 出了一件小小的怪事 哦 但是组终没有人在京都啊 从何而谈呢 唉 同你一个姓咯 还不是同中一座 甲乳村就问他是哪家人了 冷子兴就说 咦 荣国府 甲府啊 嘿嘿 没有怎么用你老兴的门眉吧 哦 原来是甲家 嗯 这样论起来呢 我们韩族的门丁都不少的 由东汉甲服数下来 支派凡胜各省都有 呃 哪个考察得定啊 不过论起荣国府那支呢 都是同谱的 知他这么显黑 我们又不便去高攀了 到现在越来越生疏难认了 冷子兴又说了 嘿嘿 老先生又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凌蕴两府都冷落了 不像得旧时了 哦 当日凌蕴两府人丁兴旺的 为什么又冷落呢 是咯 说起上来就有排阔了 假雨村又说了 咦 当年我去金陵那边 有一日进去石头城 我在凌荣府门前经过 那东边就是凌角府 西边就是荣角府 两宅连在一起 就占了整大半条街 但是门前虽然是冷冷落落 只隔着围场一望 里面的厅殿流角 都是增荣牵俊 好有气势的 那就讲口花园的树木山石 也都是好茂盛感的 怎么像个衰败之家的样子 冷子兴就笑着话 哈哈哈哈 唉 枉你是尽是出身了 原来这么蒙塞的 古人都有话了嘛 白灼之重死而白脚 虽然他们是不及当年 这么兴盛的 只比起平常的事患之家 到底都是气魄不同的嘛 他们现在人口一日那么多 那些事务一日烦 哎呀 主播上下即叹的会享福的多 运筹谋划的就没一个 一用排长费用呢 又不得将就散剑的 哈哈哈哈 现在 那里面的架子看起来都没想得了 那里面呢 就泡淋淋的了 哎呀 那还算是小事吧 还有一件大事啊 那里面的那里面呢 那哪个人想得到呀 这样的榮华富贵之家 汉物思书之族 现在那些乙孙呀 居然就一代不如一代啊 哦 这样的司礼之家 岂有不善于教育之理呢 那帝家我不知道呢 那宁荣两家 是最教子有方的 哎 就是这两门 来我讲你听 当日宁国公和荣国公 就是一母同胞的兄弟 宁公是大的 就生了四个儿子 宁公死了 那就假代化 习了官 就生了两个儿子 大的就叫做假虎 八九岁就死了 二仔假径就习了官 那现在就一味好道教那些东西 只是喜欢萧丹年功 第二样东西一概都不上心的 那就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生了个儿子 叫做假真 那老爸呢 就一心想做神仙 那官位就被假真 习了 那这位老爸呢 又不肯住在家 整天在京都城外 整天在京都城外 和那些道士胡云 那不是假真呢 又生了个儿子 今年就十六岁 叫做假勇 那现在那个厉老爹呢 就一概不理事的了 那位假真少爷呢 听到狠读书呀 一味在尋呼不作落 将成座宁国府反转变 都没人敢管他 那又再讲一下 榮国府给你听下了 刚才讲那些怪事呢 就出在那里了 自从荣公死了之后 长子假代善就习了官 就娶了金陵的西方人 史侯家的小姐为妻 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就假舍 义子就假正 如今假代善就已经过了世了 她的太夫人就还在 长子假舍就习了官 那义子假正呢 就自幼浩读诗书了 那现在呢 就升了做原爱郎了 这位正老爹的夫人王氏 她投胎就生了一位公子 叫做假猪 不到二十岁就娶妻生子 后来呢 一病就病死了 王夫人第二胎就生了一位小姐 那在大年初一生的 那不就够奇的啦 想不到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 那就更奇咯 咦 她一生下来 嘴里面就含着一块五彩晶晶的玉 上面就有很多字迹 故知就起了个名字 叫做保玉 哈哈 你说是不是失敏呢 果然是奇遇咯 只怕这个人来历不少 对咯 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她的祖母就肯是爱与珍宝啦 周遂那年 敬老爹呢 说要试下保育将来的志向 那不就拿出来世上应有尽有 无数那么多东西就任得她选 怎么知道啊 她就什么都不要啊 一伸手 一拿 就拿着些脂粉猜玩 正老爹就火咯 她说 唉 将来不过就是一个走息之徒啊 就是唯独个位死老太君 还当是命根一样啊 那说出有奇咯 如今又长到七八岁了 虽责是够小百岩啊 知她那棵聪明精怪法呢 就八个都不及她一个了 小小个说话就好怪的咯 她说呢 那女子呢 就是水做的骨肉 那只男子呢 就是泥做的骨肉 我一见到女子呢 就清爽 一见到男子呢 就觉得足臭了 哈哈哈哈 你说觉不觉得好笑啊 鸦鱼村听完她这么说 想了一想就说 呃 我自从隔职以来呢 这两年游片角省 曾经遇见过两个语中不同的小孩 这远的不说啦 就在金陵城内啊 鸦差是金陵省看人院的总裁 恩家呢 那你知道啦 我哪个不知啊 恩妇和贾妇是老亲来的嘛 又是世交嘛 两家来往是极其亲热的 呃 就是在下和那家来往都不止一日的 鸦鱼村就接着话啦 牛年我在金陵 有人推荐我去恩府执教啊 这个学生虽然是啟蒙初学 但是比较科举认识的都更老实 都若滑劣 样样都不同人样的 只是一放了行 进去见到那些女仔呢 她又变得温柔和平 聪明文雅 学生的鸦鱼 还鞭打过她几次的啦 每次打到她痛得难抵呢 她就姐姐啊 妹妹那样 乱喊的 后来听说那些女仔笑她呢 她就说 啊 痛得了那时候 叫声姐姐妹妹 或者戒了痛都不定呢 哈哈 果然叫了声就不痛咯 于是得了这个秘方 痛得了就一味叫姐妹 哈哈哈哈 你说好不好笑啊 就因为祖母力爱 时时为个孙儿 又怪些师长 又骂个儿子 故事我就辞教出来啦 如今我是巡艳御师林家教学 你看下这种子弟 必定不能守祖父之根基 从师长之规界的 哼 不过 她家几个姐妹 都是小友那么好的咯 冷子卿就说了 哦 咯 那就是假虎女头啊 现在的三个都是不错的 那正老爹的长女呢 就叫袁春啦 因为言孝才德 被选了入江租女士 那二小姐呢 乃是四老爹的妾氏生的 叫袁春 四小姐呢 是静老爹的妾氏生的 叫做袁春 四小姐是灵虎真爺的包妹 叫做色春 哈哈 屎老夫人就痛爱那些孙女呀 那她们都跟在祖母这边 一起读书的咯 听人说 个个都不错的 是的 那人家恩家的女 都不用春红香肉 等等艳志来做名的 何以假虎又那么俗套呢 哦 非也非也 只因大小姐是正义初一生的 故此就叫做袁春 其他几个呢 就跟回个春字 她们上一辈的 都是跟着兄弟名的 那 你现在贵东家 林宫的夫人呢 就是荣府 舍正义工的包妹了 就是叫做贾敏了 贾雨村 立刻就说了 哦 子兴兴啊 难怪我的女学生 但凡读书读到敏字 写字遇到敏字 都减她一两笔的 原来她的母亲叫做贾敏啊 哦 那就难怪啦 我这位女学生言谈举子 跟一般平凡女子 就不一样的 可见其母不凡才得其女呀 原来是荣府的孙 那就不作为奇了 唉 可惜上月她母亲过世了 冷子兴又说了 哎 现在呢 老姊妹四个啊 就是得回她最小的 现在又死了 那上一辈的姊妹 就一个都没有了 现在又看看下一辈又如何 看看她们将来的女婿又如何 又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哇有好处啊 快点拿手机和我一起去美颜坊 拿资生糖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sample 真是这么好处? 资生糖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适合我们东方女性肌肤 我每天有用的 免费拿来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是啊 只要去布鲁鱼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六八零六六号的美颜坊 数一数个微信QR Code 就有一份啦 快点拿来智能手机呀 对了 我正面买一些资生糖 Shit Shade 护肤和化妆品 那在布鲁鱼二十大道 六八零六号的美颜坊见 上回就说到 孙坚得到全国的玉璽 死都不肯承 亦不理袁兆那么多 就带兵回到长沙了 袁兆生气到极 写了一封密信 派个心腹人 火速送去荆州 交给荆州刺史留表 就命他在半老中途 折着孙坚 抢回全国玉璽 这件事呢 就等着再说 现在呢 先说一说曹操了 曹操之前去了追董卓 在荆阳中了埋伏 大败一场就走回来 袁兆派人接他回来 还请齐国路诸侯 摆酒和曹操解门 喝喝下 曹操就长叹一声说 唉 当初 我首先提出来要大兴仁义 畏国除策 各位都仗义出兵响应 那本来是好好的 但是我本身的想法呢 就是希望本初你率领河内的军马 脊壁万遵 孙祖国伟将军呢 就固守城高 佔据奥仓 还原 太谷 控制住险要的地方 公路你就率领南路的大军 铸守丹水色水一带 夕入无关 控制住长安附近的三副地区 不用跟他们打 只是做好防御工事 几面包围着他们 展示出天下的形势 以顺诸役 那就必定大局已定量 唉 但是现在 各位迟迟异又不肯进兵 大失天下之希望 我真是 真是为各位感到惭愧啊 袁兆和一帮诸侯 听了曹操这番说话之后 就没说话好说了 酒逢知己就千杯少 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 大家都没什么好说了 喝了几杯寡酒就散席了 曹操回去 想一想 嗯 觉得袁兆他们各怀而心 各有各的打算 估计跟着他们 都做不成什么大事 所以过了没多久 就自己带着兵马 投奔去扬州 即是今天安徽省合肥一带 有一天 龚孙赞就和刘比 关羽 张飞他们说了 袁兆这个人 都是没什么能力的 时间一长 必定有变故的 我们都是回去吧 不过了 于是就全军撤走 拔解向着北方行进 去到平原苑的时候 就叫刘比留在树 做平原上 即是平原的苑官 公孙赞他自己 就回去住房的地方 公孙赞没有估计错 他走了不久 就发生一件事了 什么事呢 就是燕州太秀楼代 就问东郡太秀 乔武借梁 乔武推辞他 不肯借 谁知道楼代那个人 发起恶上来 突然襲击 大兵就冲进去乔武的形寨 杀死了乔武 还将他的人马全部收编 归在自己 但是 袁兆见到大家都各怀鬼胎 就带着本部的军队 拔解离开了洛阳 回到关东 到了这个时候 当初由曹操发起 聚集十八路诸侯 讨伐董卓的洪桃大叶 就燕烧云山了 哦 现在又说回荆州刺史楼表了 楼表的自警星 山羊高平人 是汉室中七 他在少年时候 就已经好结交朋友 他所结识的 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读书人 他现在在荆州做刺史 主要是靠三个人来辅助他 就是拐梁 拐月 和蔡澳 这一日 楼表收到袁绍的密信 看了之后 就下令拐月和蔡澳 大令一万征兵 去截着孙坚 当孙坚一到 拐月就将兵马列成阵势 自己就一马当先 出到阵前 孙坚就问他 拐将军 你为什么事 带兵来拦住我的去路 拐月就说 哼 你身为看神 为什么要私藏全国之宝 你快快留下 我就放你过去 孙坚就很生气 命令黄丐出战 蔡澳没有起把刀上来就认敌 逗了几个回合 黄丐就一边打中蔡澳的护心颈 逛一声 哎呀 蔡澳撥转马头就走 孙坚就趁势杀过戒口 怎知道背后金鼓齐鸣 原来刘表亲自带兵来到了 孙坚就在马上走过禮 他就说 警星 我和你隔离棍 一向都河水不犯井水 你为什么信了袁兆的说话来逼我呢 哼 你私藏全国玉璽 你想造反是吗 我根本就没有 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事 就叫我死于刀箭之下 你如果想我信你说的话 那你就把徐军的行李 任我搜查过一次 蛤 你有什么本事 你有什么本事 敢这样看小我 孙坚正说想揮兵杀过他 刘表一转身就退走了 孙坚就立刻纵马追上去 怎知刚刚转过山咀 一声罗响 埋伏在山头的兵马一齐涌出来 在背后 塞澳和拐月就一起追过来了 还将孙坚围困住在中间 孙坚这趟就看怕没命了 就幸好程袍、黄改、韩当这三元猛将 拼命地救回他 但是人马就已经损失了大半 冲出了重围之后 带兵就回到江东 从此之后 孙坚和刘表就结落了冤仇 这些就暂时放落不讲他的字了 现在就说回袁绍了 他的军队就住在河内 缺少了粮草 契州刺史韩福 就认真不说得了 怕人是送粮给袁绍 袁绍的部下有个谋士叫做冯纪 他就走来睡袁绍了 他说 大丈夫中横天下 需要等人送粮来才有得吃呢 奇州这个地方 钱粮封盛 将军为什么不去拿了它呢 能够拿到奇州就当然好 不过没有好办法 将军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暗中使人送封信给公孙坚 叫他出兵去打奇州 约定我们一起出兵去夹攻 那公孙坚一定会出兵的 公孙坚一出兵了 韩福那是个无能之辈 他就必定会来找将军你代为帮手 托管纪州的了 到其时 乘机再将大权立了过来 纪州就到将军手了嘛 是呀 袁绍高兴到不得了 立刻就按照军纪的计策 写了封信给公孙坚 公孙坚得到封信 见到袁绍封信说 两面夹攻一起来攻打奇州 攻陷奇州之后 就瓜分土地一人一本 他就好欢喜了 即日就起兵 这头袁绍见他中计了 就暗中去派人去韩福树告密 说公孙坚要来打奇州啊 韩福就怕了 即刻就找孙坚和新平这两位谋士来商量对策了 孙坚就说 公孙坚率领北方大军 长驱而来 锐不可挡啊 更兼有刘比 关于张飞来帮他 就更加难以抵抵了 袁绍有用有谋 手下的名士名将又极多 将军 你不如请他来共同管理奇州 那袁绍就必定跟你好好的 那就不用怕公孙赞了 韩福想起来也是 是要找个靠山才行的 就立即派手下一个官员叫做关笋 嗯 他请袁绍了 另外又有个官员叫做耿武 他就劝韩福说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袁绍只不过是孤客穷军 现在 还完全是靠我们维持他的 就好比一个婴孩在我们手上 一不让他喝 立即就饿死他了 为什么事要将整个州的事报交给他呢 这样做啊 这样做啊 简直就是引虎入羊群啊 不是这么说的 我是袁绍旧日部下的官员 才能又不及袁绍 古时都是这样的 找个大言大德的人 将个位置来让给他嘛 各位 又何必妒忌呢 耿武听到韩福那样说 就唯有长叹一声 唉 奇就 没了 韩福那样的决定 气质已走的官员 有三十多人 咦 唯独耿武和关笋不走 他们埋伏在城外 就是要等袁绍来 过了几天 袁绍果然带兵来到了 耿武关笋又拔出把刀 迎上去想杀了袁绍 袁绍 袁绍哪有那么容易被你暗杀到啊 他那两元大将颜梁文丑非常之厉害 袁绍他们刚刚想动手 颜梁一举手就斩了袁绍 文丑也杀死了关笋 好了 袁绍入了契州之后 哈哈 反客为主 他任命韩福为奋威将军 而自己的心腹田锋 冯锦 追仇 许游这四个人 就分别掌管契州的大小事务了 全部就奪了韩福的大拳 哈 这魂韩福就后悔莫及了 他赖了一家大小 单人匹马就扔走了 就去了投奔陈流太寿张苗了 那公孙赞呢 他就知道袁绍已经佔了契州了 就派他弟弟公孙月去见袁绍 要他分地了 袁绍就说 请你大哥自己过来 我要和他商量一下 那公孙月就告辞回扯了 哈 走了不到五十里 在路边就闪了一标军马 他们报了名堂说 我是董城商的家长 乱战就射死了公孙月 他的徐从人员就逃跑了回去 那件事就报告了给公孙赞听了 公孙赞听到我生得跳起八丈高 哈 袁绍哄我起兵去打韩福 自己就从中想起来拿了契州 现在他又假装扮董卓的兵来杀死我弟弟 哈 这个仇不报不行 于是就点齐本部的亲兵 杀去契州 袁绍探听公孙赞带兵来到 马上就率领兵马来迎战 那两支军队在盘河相遇 盘河就有一条大桥 袁绍的军队就在桥的东边 而公孙赞的军队就在桥的西边 公孙赞在桥上立定匹马 大声地说 袁绍 你个背信弃义之徒 竟然敢敢欺骗我啊 袁绍也拆马来到桥边 指着公孙赞就说 韩福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他自动让了契州给我 那又与你何干啊 哼 以前以为你为人中意 还推选你做盟主 但是看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直接是狼心狗肺 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啊 蛤 袁绍生气得不得了 他就说 谁跟我捉他回来 话口未完 文丑就拆马挺枪 直杀上桥 公孙赞就在桥边和文丑交锋 公孙赞就远远不是文丑的对手 先打了十几个回合 公孙赞就顶不住了 勒转马就跑回头 文丑当然不肯放过他 就乘性追过他 公孙赞就跑进阵里面 文丑就照冲 他就直入中军 往来就冲杀 公孙赞的四名剑将 一起出来迎战 以为能够以多取胜 谁知文丑手起一枪 就刺了一个落马 嚇到那三个走都走不及 文丑就没有人拦截得住 就拼命地追公孙赞了 追到公孙赞就没有地 唯有逃出阵后 向山谷逃命了 文丑一边中马狂追 而一边就大声地喊 公孙赞你快点下马投降 公孙赞就被文丑追到失魂落魄 弓箭就跌了 头盔也脱了 搞到披头散发 猛边的马快点跑 刚刚转过山坡 突然 马失前提 公孙赞打到关斗滚到山坡 文丑就追上来了 举气之枪就想刺过去 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 忽然间在山坡的左手边 有个少年将军飞马转出来 挺枪直取文仇 公孙赞喘着气爬上山坡 他定神一看 只见那位少年将军 生得身长八尺 龙眉大眼就各自口面 威风凉凉凉 乒乒乓乓就和文丑大战了五十个回合 还不分胜负 这个时候 公孙赞步下的援军来到了 文丑见到执不到便宜 就拨马回头 那位少年将军也不去追他 公孙赞就三步加上两步 赶快就想去问一下 这个少年将军叫什么名 那位少年将军在马上呼一呼身就说 我是常山真定人 姓赵明云 智子龙 我本来是袁兆的步下 因为见他都不是有心中军救民的 所以特意离开他 来投喷将军的徽霞 想不到会在这树相会 公孙赞虽然打输了这一场 但是得到一个这样的武将 所以他心非常之欢喜 就和赵云一起回应整顿军马 第二天 公孙赞就将军马分成左右两队 就好像一队翼一样 他所用的马 总共五千多匹 大部分都是白马 为什么白马那么多呢 是有来由的 因为公孙赞以前 曾经和姜仁作战的 姜仁呢 就是当时住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来的 他的先锋部队呢 全部都是白马的 号称白马将军 作战亦非常勇敢 姜仁呢 凡是见到白马来就走 因此公孙赞的军队里头 白马就更多 那袁绍这边呢 命令颜良文酬做先锋 各大功老手一千名 亦都是分做左右两队 在左的 射公孙赞的右军 在右的呢 当然是射公孙赞的左军 正所谓针锋相对 就再令谷二 这个呢 就是袁绍的另一名将领 就带八百名弓箭手 步兵一千名 排列在阵的当中 袁绍自己呢 就率领几万名马步军 在后面接应 公孙赞呢 就由于赵云初初来 不是很了解他 所以呢 就指命他率领一支部队 在后面接应 而打先锋的呢 就他的大将严刚 公孙赞就亲自率领中军 在桥上勒定马 在马的旁边 鼠起一面 大红圈金边 碎字旗 嘻 但是奇怪 在神时 即是上五八点钟 就开始雷鼓 一直到至时 即是上五十点 雷鼓声呢 依然不断 差点就击烂雷鼓了 袁绍的军队 还不前进 炎光忍不住了 即刻下令进攻 那群兵俗呢 立声大哭 沙哒 直向谷二的阵地 冲过去 原来谷二早有防范的 他命令弓箭手 扑在挡箭牌下面 动都不准动 一听到炮响就射箭 所以当沿江的兵 冲过来的时候 谷二的军队呢 就扑在那里不动字 直到炎光的兵 来到很近的时候 轰的一声炮响 八百名弓箭手 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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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上去一刀就斬落马下 公孙赞的军队就大败咯 当他左右两翼的部队上来救的时候 又被颜良民手带着弓老手 射着冲不到过来 袁绍徽军前进一直就杀到戒桥边 谷二呢 就骑马冲过去 一刀就斬低那个执棋杖 然后又一刀 将那面碎旗斬倒 哇 得了的 公孙赞见到碎旗都被人斬倒了 立即就逃跑了 回马落桥就走了 谷二带着部队 一直冲到后军 一撞就撞正赵云 赵云约马挺枪 打了两个回合 一刀就刺了谷二落马 跟着赵云就单枪匹马 飞入袁绍的部队当中 左冲右突就如入无人之境 公孙赞就乘机 带领人马杀回袁绍那里 就杀到袁绍的军队零丁賴敗 原来袁绍啊 他刚才派出探马去观察情况 刚才才回来报告说他知道谷二很勇猛啊 斩张掀旗了 正在追赶大兵啊 所以他就未作准备了 当然啦 連人家的碎旗都斩到了 就想着一定贏了 他骑着马就收收游游 和田锋带着几百名近身的卫士 和几十名马攻守 就想着走上前面看看 他哈哈大笑地说 哈哈哈哈哈哈 公孙赞乃无能之辈啊 哈哈哈哈 正在那里得意紧的时候 怎知道赵云就已经飞马冲到前面了 那班弓箭手急急想射他 哈哈都未来得及开弓 就被赵云杀了 那班兵仔啊 嚇到都走了 在这个时候 公孙赞的军队 也隆隆趸地包围上来了 田锋荒落 他到袁少也说 主公啊主公啊 你快點躲在空牆上避一避 快点啦 袁少数一手 Hmm modify他顶头盔 炮声掏oby 大声地捞个话 大丈夫 令我震灯枕死 躲在长国偷生 都可以嗎? 不要說 袁紹這份人都挺有骨氣的 該拼命的時候 他還是肯拼命 當時諸侯割據 群雄爭霸 如果沒有兩道 一早就被人吃豆腐 吃了下肚子 當時袁紹這樣一開 他的軍事 就齊心死打難打 就算趙雲這麼英雄這麼洗得 也沒辦法衝進去 正在打 袁紹的大部隊就掩殺過來 顏梁也帶著人馬趕到 兩路軍馬合力反攻 趙雲見到形勢不妙 立刻保護功宣贊殺出重衛 回到戒橋 袁紹這趟就有風洗進來了 指揮兵馬就長驅直進 再次就追過戒橋 功宣贊的兵馬 跌落水死的八計其數 袁紹就威了這趟 他一馬當先 向前猛追 追不到五里路 只聽見山背後 立喊聲起 一鵰人馬 突然出現 為首的是三元大將 他們就是 劉元德 關雲祥 和張逆德 他們在平原聽到消息 聽到功宣贊和袁紹在打仗 所以突來作戰 當時三個人 三匹馬三樣兵器 飛奔前來 直取袁紹 嘩 撞板啊 這趟 袁紹當堂嚇到雲飛天外 連拿著在手泥那把寶刀都掉落地了 撥轉馬頭就逃跑 幸好他那幫將士拼命頂住 這樣才能回到過橋 功宣贊也收兵回營了 功宣贊對劉關章他們說 這…這次 要不然你們這麼遠水路都走來救我 我幾乎沒命了 來來來來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功宣贊就介紹了趙雲給他們相識 劉備一見到趙雲就非常喜歡他 心已經不捨得他離開自己了 那袁紹自從輸了這一仗之後 就堅守不出了 雙方面僵持了一個多月 有人去長安報給董卓知 李如就對董卓說 袁紹和功宣贊兩個都是當今的豪傑禮 現在他們在盆河那裡打仗 不如太斯利就用天子的名義 發一封詔書去 同時派人去和他們和解 這樣他們兩個一定會感激太斯利的恩德 這樣便會歸順太斯利了 那倒是 好, 那就這樣做吧 第二天, 董卓派了太府馬日低 太瀑趙琦 帶著趙雲去見袁紹和功宣贊 當他們去到河北 袁紹出來百里之外迎接了 還一拜再拜地公然地接受了趙書 第二天, 馬日低和趙琦他們兩個人 又去到公宣站的營寨宣讀趙書 公宣站就有了樂台街 就寫封信 派個人去袁紹那裡講和了 辦妥了這件事之後 馬日低和趙琦他們兩個 就回長安覆命了 公宣站也都班師準備回北平了 臨走之前 他寫了一份表張送去給皇帝 就推薦劉比做平原相 臨別的時候 劉比就很不捨得趙雲 趙雲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 往日我以為公宣站是一個英雄 現在看真一下 他其實也好像袁紹那一類的人 劉比就說 你暫時委屈一下 跟著他先吧 我們一定後會有期的 講完, 大家就灑淚分別了 這些呢, 就暫時放下不講字了 現在就講一下袁紹 他又在南洋來 他聽說袁紹就新任得了奇州 就想打秋風, 撈回多少好處 就派個使者去見袁紹 要求袁紹送回一千匹馬給他 袁紹就托他手肘, 不肯給? 袁紹就生氣了 從此他兩兄弟就不和了 袁紹問大哥拿馬拿不到 就派人去荊州借糧, 要求借二十萬 劉表當然也沒有借給他 袁紹又對他恨之入骨 袁紹就秘密派人送一封信給孫堅 就要求孫堅去打劉表 那封信的大義就這麼說的 他說 以前那次劉表在半路截著來打你 是我大哥的陰謀 現在袁紹又跟劉表密謀了 要來偷襲你江東的地方 而你馬上去興兵打劉表 我就為你去打袁紹 那就兩仇都報了 打完之後 你拿荊州, 我拿企州 孫堅得到這封密信就很興奮 即刻召集程普, 韓當, 黃蓋幾位大將來商量 他說 豈有此理那個劉表 那次這麼可惡截著我的歸路 現在不乘機報仇, 等待何時呀 程普說 袁述這份人很奸詐的 不要相信他那麼多好 孫堅就說 我不是為了他, 我只不過想報仇 我根本就沒有打算他來幫助 於是就派黃蓋安排戰船 裝載軍器良草 又準備大船來運戰馬 定了日期出兵 那究竟孫堅和劉表誰勝誰負呢 那就若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了 請看下回分解了 請看下回分解了